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起讀 這個是New York Times的報導 他說的是這個 美國把他們哈佛的那個 中文系啊 是不是叫中文系 不管 反正他們本來是在北京 跟他們一起合作的一個關係 搬到了台北來了 這個其實很多人已經知道這新聞 但我們看一下英文怎麼寫的 先讀標題給你聽 amid US China chill Harvard moves a top language program to Taiwan 就這樣 那這個amid這個字 我記得我好久以前說過 就在什麼什麼東西的之間 所以在中國跟美國他們兩個之間 這個冷冷的關係的這個之間呢 發生一個這個事情 就哈佛把東西搬到了台北來 台灣來 那這個amid這個之間的概念 我們就很快先看一下 amid呢 我們來比較第一個字是amon 那amon這個字跟amid這個字 都在什麼什麼之間 那在國中高中的時候 你還會學過 如果今天是兩者之間 叫做between 三個以上才叫做amon 所以例如說 在我跟我的朋友Joe 在跟我的朋友Eric 我們三個人之間共享著 我們共同去買了一個房子 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這個房價除以三 所以大家都做一點點房地產的投資 so we share the house among us 所以amon us就是在我們三個人之間 amon us正好就是一個遊戲 這遊戲叫太空狼人殺 哈哈 對英文名字就叫做amon us 那你知道太空狼人殺 很多人一起玩啊對不對 然後在他們之間有幾個殺手 所以amon us是很正確的一個用法 但強調一下amon us可數名詞 但在美國跟中國的這個寒冷的關係 我差點講說冷戰不太一樣啊 冷戰你知道是夫妻間啊朋友間 或甚至美國跟蘇聯之間 現在能不能說有一個cold war正在發生 就中國跟美國的冷戰 或許慢慢會出現 但現在總之他們用chill這個字 就冷淡 所以在他們這個冷淡關係中 可數嗎當然不行 所以他用的字就是amid 那還有另外一個amid呢 可以再變成amidst 那他的發音就多一個st在後面 所以前面這個是amid 後面就是amidst 有什麼差呢沒有 那根據我剛剛稍微找一下下 大概amidst在美國的英文用的 比英國多一點點 大概就這個分別 這兩個字在意義上都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都是用在這個不可數的東西上面 好所以光第一個字就長那麼久 對不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 好這邊一個小標題 所以這個大學的這個發言人說了 the move out of Beijing had long been planned 所以搬離北京這件事情 一直有在被計劃 the program's director cited a perceived lack of friendliness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所以這個主任啊 他就引用了一個什麼東西呢 他特別強調了一個 一個perceived lack of friendliness perceive這個詞就是被感受到的 所以這邊這個字我們也講一下 perceived這個字呢 叫感受 received我們來做比較 received是真的收到的東西 我收到你的禮物 I received your gift 那perceived這個詞則是感受到 所以雖然說都是ceived結尾 可是一個是re 一個是per 所以我可以感覺到你在生氣 I can sense that you're angry with me I can perceive that you're angry with me Same thing 所以感覺到sense這個字 也能這樣子用動詞 perceived也是動詞 所以perception這個詞 就可以被再進一步翻譯為 例如說 視覺是一種perception 聽覺是一種perception 觸覺是一種perception 你大概懂了 所以這叫做perceived 所以他這裡強調 這是一個他感受到的缺乏友善 那既然用了perceived這個字 其實就表示這事實上是 沒有能夠證實的東西啦 所以他認為他這麼說就是 感受到有就是有了 所以他就cited一個perceived lack of friendliness 所以這很可能就是 中國對哈佛這個學校啊 他有這麼一點點情緒暴力嗎 不知道 我們這個有時候我們稱這個為 叫做passive aggressiveness 這個也是一個生活上很常看到的一個詞 OK passive aggressive 所以中國對他有點passive aggressive 那可能這個哈佛就會覺得 我們幹嘛繼續在這裡熱臉貼冷屁股啊 我們到台灣去好了 OK 那歡迎囉 Alright 所以host institution就是 所以北京大學host他們 所以他們是一個 算是一個主持人 或者是一個主 就是我們知道這樣你移民出去 你去留學之類的 可能會有個host family 對不對 所以host有主人的意思啦 簡單的說 主持人都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面有沒有其他一些詞可以說 來 這個可以 來 所以這個好 所以他的program的director就是 Jennifer Lu 所以他告訴了這個 哈佛Crimson 我知道這是一個哈佛的那個學生報紙 哈佛Crimson Crimson的意思其實是紅色 所以the mood have been driven by a perceived lack of friendliness 剛說過了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host institution 所以這邊只是多補了一個片語 就是on the part of 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這裡再強調一下 所以他們有一個感受到缺乏友善 那是就是中國這一部分 感覺到有一些不友善 或者應該講缺乏友善 不是不友善不一樣喔 缺乏友善跟不一樣不一樣 是不同的 缺乏友善跟不友善是不一樣 再強調一次 剛剛講的有點卡卡的 所以再講到on the part of 什麼就是在誰的部分 所以這個on the part of 也可以講成on somebody's part 我們這裡多換一個方式來說說看 例如說我今天有一個錯 那這個錯是我的錯 所以我就可以說 that was a mistake on my part right? 我當然也可以講 that was my mistake 可是我也可以說 that was a mistake on my part 所以 that was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如果這邊只講一個me 那就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講my mistake 或on my part 就好了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東西複雜一點點 拉長一點點的話 你就可以把on the part of 然後後面接一個比較長的名詞 例如說 this is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my carelessness 這樣 ok so this was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my carelessness 所以是因為我不小心所造成的錯誤 所以on the part of 什麼東西 然後加一個名詞 也就是說這是什麼什麼東西的錯 ok 誰的部分這樣子 ok 誰的部分 好 所以 lack of friendlines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host institution 所以這只是多補了一個片語在裡面 就誰誰誰的 誰的部分的 所以中國方 中國的部分 有點點不友善 ok 我又講成不友善 對不起 是缺乏友善 ok lack of friendliness 不是unfriendliness 好 再強調一下 有沒有unfriendliness這個字啊 說不定根本沒有 我打一下試試看好了 所以unfriendliness 真的有 好 那就把它寫上去好了 所以 呃 再強調一下 unfriendliness跟 lack of friendliness 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我一直在那邊 我一直 我一直在 放 我一直在 這叫什麼東西啊 這個叫 這個叫什麼風向啊 那個動詞叫什麼 不是叫吹風向 你看我的中文真的是 帶風向 帶風向搞得好像是中國方不友善 沒有 人家只是缺乏友善 哈哈哈 OK 不是不友善 是缺乏友善 哈哈 好 lack of friendlines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host institution OK 呃 再看下去 所以下面這個也是 呃 呀 就在下面而已了 所以 所以 再強調一次 他們想搬來台灣 已經想很久了 而且他反映出了這個東西 A wide array of operational factors 所以這個 an array of something 這個片語事實上也是 大概高中的時候會教 你知道有 a group of something a bunch of something an amount of something a number of something 所以這邊這個字喔 裡面很多 OK 那這邊 array就是其中一種 使用法 所以就是 一些什麼東西的概念 那還可以再加一個 wide在前面 很寬廣的 所以總之他要強調就是 有好多好多的 operational factors 必須要納入考量 反映出了好多好多的 operational factors operational就是 營運上操作上的 factor是因素 所以就是 其實有很多因素需要考量啦 這樣子 講得很官腔喔 很廢話 好 反正看一下這個片語 A wide array of something OK 來 再看下去 所以下面說的是 這個哈佛北京 Academy 本來以前叫這個東西 哈佛北京學院 這樣子 他會允許學生 不是只能 泡在中文裡 而且還能夠 到中國到處走來走去 所以 所以這個program allowed students not just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advanced language studies but also to travel across China and learn about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所以他本來 這個用意很好 所以來讀這個的外國學生 來這裡學中文 而且你知道 你不只是北京大學 你還是有哈佛大學 在這邊的加持 所以對你的履歷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再強調一次 他 allowed students not just to immerse Immers這個字 就是泡在裡面 我也很常用這個字 我常跟同學說 你要每天看我的影片 你就等於是泡在英文裡了 雖然說我用中文講也不少了 不過我這個影片 我的頻道就是一個 一個transition 就你對於看全英文的東西 還不太舒服的時候 你先看我的頻道 我帶著你走 等到你越看越舒服 覺得我的中文解釋 越來越沒有必要的時候 歡迎你去看tiktok 歡迎你去直接看英文的新聞 你不要我了 我也覺得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已經把你送到了那個 我們的應許之地 也就是全英文的地方 那我就會是很高興的 我的責任 我這一生的目的就達成了 就是幫助你 進入 Immers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so that one day you can comfortably read and write and speak and listen to music 啊 music 靠北 English ok 好所以 所以這個重點 Immers就是泡在裡面 所以不只是 Immers themselves in advanced language study 所以這個很 很進階的 語言的學習 所以他們學的可能就不是簡簡單單的中文 可能甚至會去讀古文 都不一定之類的 有個訊息 好不管 Alright 所以也能夠travel across China 所以能夠去旅行 然後學到他的歷史 跟他的文化 ok cool 那下面還有沒有呢 有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講到了 他們所感受到的 差點又脫口而出不友善 他們所感受到的缺乏友善的部分 在哪裡呢 我們這裡就可以看一下 所以他說了 It could no longer hold an annual gathering to 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所以他們不再能夠去舉辦一個 一個年度的聚會 Annual gathering 來幹嘛 來慶祝the 4th of July 美國國慶嘛 所以美國人啊 在中國 他現在不准你舉辦每年的國慶大這個典禮 典禮也蠻奇怪的 反正聚會了 During which 而在這個4th of July的 celebration裡面呢 Students and faculty Faculty就是 學校裡面的 系所裡面的職業教授們 就叫Faculty 所以學生跟教授們 Word typically eat pizza And sing the American National Anthem 也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典型來說 他們會吃Pizza 然後在那邊唱國歌 所以National Anthem這個詞 就特別想介紹給你 就是國歌 那 以前可以 他說的是no longer 也就是現在不行了 所以你看中國啊 你怎麼會 缺乏友善到這個地步 讓人家連唱國歌都不行呢 這就不對了嘛 對不對 所以 This was a lack of friendlines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host institution 再強調一次 剛剛那個句子幾乎已經記起來了 所以4th of July不能慶祝 不能吃Pizza OK 也不能唱國歌 Oh my god That's sad 好 然後最後再講 這裡 所以 像最後這一句了 那這個句子很長 它就是用though當開頭 所以你知道這是雖然 那你就知道後面會有一個但是 所以這邊接下去大概是但是 所以我們先把雖然看完 然後把但是看下去 雖然China has instituted stringent pandemic restrictions with provinces undergoing snap lockdowns as coronavirus cases have flared up 所以這裡還多加了一個down 所以這個雖然還加了一個down 有點長的句子 我們再看一次 所以雖然China 它有定一些很嚴格的pandemic restriction 所以stringent這個詞其實跟restrict就很像 所以stringent它就是嚴格的 OK 所以雖然China它有制定一些很嚴格的pandemic restriction 那pandemic你都知道嗎 就是這個疫情上的restriction就是一些限制 所以雖然China定了一些嚴格的限制 那with後面接下去 就是在什麼在這些province province是什麼狀態下 province是那個省 所以有很多的省啊 它進行著snap lockdown lockdown之後就封城 snap就是很快的 我們講過這個字 所以你知道中國的這個辦事情的速度很快嗎 我們今天要封城今天就是封 一個人都進不去出不來 然後可能 什麼大家都被關在家裡 然後出來就槍斃之類的 好沒有我又在帶風向 好不管了 所以province是他們進行的snap lockdown 那所以當coronavirus cases have flared up 所以就是當coronavirus的case呢 這flared up這個詞啊 就是突然間壓起來 所以我這樣講你應該就已經懂了 這個flared up就是 我就打個這個壓起來 你應該就懂了 壓起來 flared up 所以當這個case flared up的時候呢 它就來了一個knockdown 所以這個就是 雖然說China有進行的這些嚴格的restriction 但是professor Liu 卻說了 他是這個director 我還記得的話 他卻說 she believe that the unwelcoming environment was related to a shift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American institutions 所以雖然 雖然說他 雖然說我們可以藉口說就是 呃 就是用pandemic啊 大家要疫情啦 所以你們不要聚在一起唱國歌啊 所以雖然你可以用這個藉口 可是professor Liu 卻認為 這個不歡迎的環境 是跟中國美國目前的冷淡關係是有關的 OK 所以the unwelcoming environment 不受歡迎的環境 was related to 是跟什麼有關的 跟一個什麼的改變有關 to a shift 什麼的改變呢 in什麼部分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ttitude 就中國政府的態度 對於美國的這些institution 就機構 所以中國政府對美國機構的態度上的改變呢 呃 就造成了這一次 現在的這個不受歡迎的環境 不歡迎他們的環境 好我又有點over explained 不過希望你看得懂 OK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到這裡就夠了 我們很快來複習一下下好了 複習時間 來 所以perceive剛強調一下 是感受到的 所以他們有感受到一個 感受到一個缺乏友善 好我已經越講越順了 不要再說 亂帶風向 OK 好 所以他有一個perceived lack of friendliness 不是unfriendliness no niuance Alright receive是真的收到 所以我們有點認為 這是中國在passive aggressive 這樣子 那amid跟amond 剛剛講到 amid是不可數的東西的中間之間 amond則是可數的 所以再講一次 太空狼人煞 叫做amond us cool 然後on the part of 或者on somebody's part 就是誰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這個例句 啊 這是 犯了一個錯 這個錯要歸在我的這個 不小心的這個部分上 so this was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my carelessness 這樣子 那再強調一次 lack of friendliness lack of什麼是缺少了什麼 而unfriendliness則是不友善 不一樣 ok 那array of something an array of something 那如果加個y在中間 a wide array of something 就是很廣泛的一個什麼東西 很大範圍的一個什麼東西 我記得他剛剛講的字叫做 operational factors 所以一些影韻上的一些因素 好 然後 immerse是泡在裡面 所以他們這個program 本來可以讓這些學生 泡在中文裡 還可以在中國 跑來跑去 so immerse themselves 我記得他接下來的字是 advanced language studies 所以advanced這個字就是 比較進階的一點點的 高階的 advanced 這樣 ok 甚至你什麼病 例如說癌症末期 我們可以用 advanced stages of cancer 之類的 好 然後呢 他們所感受到的 缺乏友善包括了 不讓他們聚在一起 來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也就是7月4號 美國國慶 也不能唱國歌 所以他們一般 typically 典型來說 就是聚在一起 然後吃pizza 唱國歌 對不起不能做 不行嘛 對不對 然後 雖然說中國有定一些 很嚴格的pandemic的一些restriction 所以嚴格的 他用了stringent這個詞 strict 也ok的 但他們認為 這個unfriendliness 是源自於 一個shift 中國政府 對於 他們這些 美國學術界 美國的機構的 態度上的改變 so a shift in the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ight 他的 a shift in the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American institutions 他剛講的內容 大概是這樣子的 好 你看我們一邊讀 一邊複習單字 一邊都可以recall一下 剛剛那個句子 真的長什麼樣子 我相信久了你也做得到 你跟我一起 你大概也慢慢就做得到 所以這就是我的頻道的意義 ok我是Paul 很高興 你觀看我的節目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